再谈忍辱 忍辱是学佛中很重要的修心境界 现代社会,你根本无法改变一个人的看法和态度 就是当年佛陀在世,也有很多人出言不逊,诽谤加害 所以,末法时期,如果你不能忍耐外环境的变化 不能忍辱别人对你的污蔑、造谣、诽谤 你的心根本得不到平静 你的称恨会把你的心天天燃烧 你的称恨会让你在内心深处痛苦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人越来越容易生气 使人根本无法轻松地活在现实的社会当中 因为由此产生的恨心 会使你的内心无法平静 心念会变得杂乱无章 长此以往,你的忧郁、称恨变成恐惧 会使你身心疲惫 学佛人就是要面对别人的称怒、愤恨和看不起 学会熄灭自己的称恨心或安心 经常想,我掌控不住别人怎么想 但是,我能改变自己不去乱想 我要保持内心的平静 没有称心 你的内心才会圆满 你的修心才能成功 因为无称之心 是人的内心主导力量 人辱之心,人皆有 内心称恨,怎么修 精进需要,人辱旧 无心无真 无需求 很多人告诉师父 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师父曾经讲过个故事 一个人在沙滩上睡觉 被人家踩到脚 突然痛醒 刚想站起来骂 你看是个盲人 马上就息怒了 这就是忍辱之心 人皆有之 只是内心不愿意去克制 只要调好心 一切都能转变 请记住 忍辱是我们成佛的根基之一 能忍的人 可以度过生死苦劫 忍辱是一个法宝 犹如金刚照 因为你的忍辱 会使你转恶元为善元 无论别人怎么毁报 攻击你 你都可以把它转换成增上元 谁也不愿受侮辱 学佛才能不在乎 侮辱别人 受业报 忍辱禅定 境界高 现代社会 争斗很容易 随便一句话 一个眼神 就可以打起来 要学会放下 换位思考 就能将称恨 转化成增上元 人必须放弃 心中的称恨心 才能化解 跟别人的矛盾 自古以来 画干戈 为玉博的故事很多 所以 中国传统文化讲到 忍一时 风平浪静 退一步 海阔天空 修行人 要修忍辱的力量 会让你的家庭 变得温柔 工作中 与同事 和睦相处 不会挫折 可以保持一颗 感恩 精进的心 接纳现实 放下称恨 化解恶缘 你才能重获新生 忍耐 能利己利人 保持正念 不伤自己 不伤别人 才能忍辱 精进 修行的路很长 不靠忍辱 怎么修 没有缠定的心 怎么有定后 所得的智慧 度一个人 有时要度上好几年 举例 念经如果没有忍耐心 怎么念大经 有的大经 一遍半小时 没有忍耐心 放生等的时间太长 都会觉得很累 没有忍耐心 连等候磕头时 都会怪前面人 为什么磕头时间 那么长 有了忍耐心 看见长辈磕头 就像看到 你的父母一样 看见同辈磕头 就像你的兄弟姐妹一样 看见孩童磕头 你就会 法喜充满 就像看到 你的孩子 跟拜佛一样 所以 心灵修持 就是心灵法门的精髓之一 太多的人 因为不能看懂浩瀚的佛经 而退转 太多的人 不能领悟佛法的真谛 觉得 我为什么要忍辱 为什么要受到别人的侮辱 不能忍一时之气 远离证悟 最后倒退 忍辱之人 放下心 化解恶缘 靠念经 恶缘一找 善缘难 化解恶缘 见晴天 很多人 在受委屈的时候 因为不能忍辱 葬送了生命 也有很多人 在受委屈的时候 学会了克制 因为他能忍辱 在他今后的事业上 给予他很多的帮助 想一想 哪一个成功者 没有忍辱心 如果一个成功者 没有忍辱心 不可能把事业做得很大 一碰就闹 一碰跳 人辱之心 全泡掉 学佛重拾 人辱心 生活愉悦 有信心 是 他们有事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